她是《晚君》中的丫头燕红 《三朵花》中的三小姐张念琛 也是喜宴中的女主角顾薇薇 因参演电影《梅珍》 获得了美国圣地亚歌影展的最佳女主角 情定展昭和佳晋 并定下浪漫的六十之约 投资婚纱摄影公司 一场大火造成六人罹难 1999年身患肝癌 受地震影响转头政坛 35岁成为她人生的分水岭 她从金素梅 观母性到如今的高金素梅 彻底从演员蜕变为政治人物 更是一名抗癌英雄 她虽然命运多舛 却令人尊敬 听娱乐八卦聊明星故事 就在娱乐白小生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金素梅 高金素梅 本名金素梅 泰雅族名为吉娃斯·阿利 1965年9月21日 出生于台湾原住民部落 父亲金素梅 父亲金德培安徽朝湖人 母亲高香妹 则是泰雅族的原住民 她生的梅青木秀 父母为她取名素梅 寓意是素颜如画 梅香处处 受母族原住民影响 从小就能歌上舞 高中时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 金素梅在台上一盏歌喉 令老师和同学刮目相看 因为家境贫寒 高金素梅 便跑去西餐厅站台唱歌 美妙的歌声 亮丽的面容 让她成为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由此邂逅了音乐鬼才正进 男才女貌的两人一见钟情 在才子男友的操持下 18岁的她 受邀参加了华氏的节目大精彩 并顺利出道 步入歌坛 每周一集的音乐节目 她硬是蝉联了三个月的泪主 优异的表现 让签约唱片公司为她 陆续制作了金素梅 背叛风情两张专辑 与郑进交往三年后 个性刚强的金素梅 受不了郑进的花心 经过深思熟虑后 最终忍痛与她分手 面对女友的果决 郑进反而舍不得分开 还曾寻死觅活 多年后 已离过两次婚的郑进 自称女友超过五百个 还放言自己没办法 和同一个女人睡太久 然而她一直夸高金素梅善良 孝顺 心地好 坦言只要被金素梅看中的男人 都难逃她的温柔掌心 金素梅21岁时 进入演艺圈 参演电视剧《挑夫》 出演了电影《江湖接班人》后 被导演李瑞峰意外发掘 出演穷瑶剧《不了情》 金素梅与何嘉靖分世男女主角 这部剧赢得高收视率 也让她有了八点档电视剧《一姐》的称号 从而一举成名 在此剧中 她与大自己六岁的何嘉靖 因戏生情 从戏里到戏外 逐渐成为大家喜欢的一对金童玉女 何嘉靖凭借《包青天钟展昭》走红后 这部剧一共拍了236集 平均下来 每一天半就要拍一集 这样高强度的拍戏 让何嘉靖十分辛苦 俩人个忙个的 随着聚少离多 感情也慢慢变淡 虽然遗憾分手 何嘉靖依然高调示爱 今生只爱妈妈和金素梅这两个女人 分手也让他俩一度陷入尴尬的境地 直到五年后才恢复电话联系 后来 金素梅因轻力脱俗的形象 被穷瑶亲自选中 因为优异的表现 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女明星 1994年时 正当演艺事业顺风顺水 颇有主见的他 却选择了转型 毅然弃眼从商 和朋友合资开创了 梅林婚纱摄影公司 哪知事业刚上正轨不过二年 不幸却突然而至 1996年7月25日 31岁的他如往常一样 在自家的婚纱店办公 一场意外却突然而来 在他们还没来得及反应 刺鼻的浓烟 很快让高金素梅失去了意识 幸运的他被人救了出来 可仍有六人 却在了意外之中丧生 病床上的他虽然十分虚弱 仍得面对各路媒体的采访 内心充满煎熬与自责 可新闻里充斥着嘲笑他 活该自寻烦恼的报道 讽刺他转型不成反惹或上身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他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 精神也饱受打击 虽说是天灾人祸 金素梅并没有推卸责任 他拿出自己的积蓄2000万台币 赔偿给死伤者家属 他态度诚恳地道歉 获得家属们的原谅 与其他逃避责任的股东相比 高金素梅负责任的做法 还是收获了一波好评 不但背负刑事责任还被追责 遭此重挫的他 变得郁郁寡欢起来 体重迅速从45公斤 报瘦至35公斤 1998年 高金素梅借电视剧《哑巴新娘》付出 刚拍了几集 身体不适的他 被查出得了肝癌 或不单行的他 只能退出娱乐圈 前男友何嘉靖得知他患病的消息后 立马赶来探望 这是他们分手后 时隔八年再度相逢 在何嘉靖的鼓励和陪同下 金素梅积极治疗 庆幸的是 癌症发现的早 只是初期阶段 虽然何嘉靖对他一往情深 但终究是破镜难重圆 他们之间虽然没有了爱情 却收获了纯洁的友情 生病期间 两人约定 如果60岁 你未娶 我未嫁 我们就共度余生 做完切除肝癌手术后 处在康复期的他 担任起了癌症病患关怀大使 在手术一个月后 台湾发生的地震 从此改变了金素梅的一生 他大病未愈 坚持走访灾区时 才发现自己的族人 一直被苛待 看着他们在贫穷落后中挣扎 他突然意识到 自己可以运用自身影响力 为族人做点什么 回忆起这段时间的心路历程 他说 其实生命的长短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生命的厚度 你活得精彩不精彩 你活得快乐不快乐 以及你能为周围的朋友 和世界留下什么东西 为族人谋利益 是他从政的初心 为此35岁的金素梅 冠上母亲的姓氏 从此改为高金素梅 开始了他的政治人生 自从政以来 高金素梅始终都在呼吁 台当局应还原历史真相 对外事部门和文化机构 提交一系列提案 试图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 篡改台湾原住民历史 对此高金素梅在质询时当场发飙 以一敌二拍捉痛对台当局官员 引起台网友热议 如今的高金素梅被誉为 原住民守护神 在民间威望很高 连续六届以第一名高票 当选山地原住民立法委员 据媒体报道 由于李红元已婚 迷恋上高金素梅之后 经厂夜不归迎 在台湾艺术大学担任 副教授的原配李慧欣 至少两度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到高金素梅的住宅巡夫 因为不得其门而入 只好在门外大喊李红元出来 使得高金素梅想要另觅爱潮 以免类似难堪事件一再上演 高金素梅以高金建华弟弟名义 买下台北市两间豪宅 前一户六十多瓶 且拥有十瓶左右的庭院露台 市价约四千万 至于后者为月层 含车位共一百二十九瓶 市价更高达七千五百万元 令人起疑的是 高金建华目前担任姐姐的助理 月薪至多四万元 完全不可能买得起这两处豪宅 有媒体爆出高金素梅 将步入礼堂的消息 理由是高金素梅 1990年跟男神和佳静合作 擦出爱火 多次分合后仍没走到最后 但有过甜蜜约定 男神誓言六十岁还没结婚 两人就共度余生 而何嘉静就要六十岁 目前还是单身 等于约定只剩一年 引发众人关注与期待 何嘉静跟高金素梅之间的六十岁甜蜜约定 又被翻出来讨论 而他2012年在记者会上曾亲自证实 这个约定仍在 因而爆出高金素梅将与他结为连理的传闻 然面对婚讯 高金素梅笑回玩笑话 你们还当真啊 急转身离开 留下微妙余韵 如今 TVBS前主播拉瓦古姓 揭开高金素梅感情世界的神秘面纱 敬爆他早在20年前已嫁人 据媒体报道 拉瓦古姓跟高金素梅一样是泰雅族人 说高金素梅常年为泰雅族人付出心力 多年来为原住民喉舌努力 身为同族人 拉瓦古姓亲口证实高金素梅的婚姻状态 说他早就结婚 早在20年选上立委那一刻 高金素梅就已经嫁给泰雅族人了 武党级立委高金素梅外形相当出众 甚至被外界称为政治界的发电机 过去的情史相当多彩多姿 与他传过绯闻的对象 其中不乏演员 歌手 运动员 企业家道政治人物 他上李四端主持的大云食堂 分享目前的感情现况 高金素梅因肺病向立法院告假 病愈后 在办公室团队要求下 整整休息一个月 高金素梅表示 从事立委将近19年 几乎没有休息 这次休息这么久 确实有些不习惯 而相较多年前被诊断出肝癌 面对此次生病 高金委员也承认 心里确实一度比较担心 但随着手术结束后 心境也放下很多 李四端也问及 从政19年有没有曾经想要离开 高金素梅则坦言曾经想要离开 交棒他人 但当时部落族人及团队 却接连不舍向他表示 你离开的话我们要依靠谁 高金素梅感动又难过 所以才继续往前走 私底下总是习惯 读来读往的高金素梅 感情状况总受到外界关注 节目中被问及感情境况 高金素梅则笑答 自己一个人挺好的 并强调很享受现在的时间 没有心思思考感情状况 谈及未来若不做立委的话 高金素梅有什么规划 他则表示 从年轻就一直很想带着行李 四处居住 云游四海 李四端听到后立刻笑答 那将来你就是后中年杯包客了 何嘉靖离开荧光幕前至今九年 近况也曝光了 他在社交平台分享剪头发生活日常 我们老人福利真多 六十岁以上剪头两块 排队中并附上两张照片 画面中可见何嘉靖上身穿着黑色T恤 虽然打扮风格简单 却挡不住他巨星的气息 而且一头短发乌黑亮丽 年轻的面貌根本看不出来已经六十多岁了 这里是娱乐白小生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 喜欢视频 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的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